回顾2017赛季中超联赛 拉维奇扎哈维高拉特与胡尔克等强力挽源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在展示个体能力的同时 起目推动了球队战力与联赛观赏性 吴磊 浩俊宁为代表的本土球员也给出积极表现 刘亦明则成为U23球员的最突出代表 根据球员表现 参赛场次以及球队战绩等多方面情况 新浪体育评选出2017赛季中超联赛最佳阵容4-4-2 前锋扎哈维广州福利 扎哈维出战了2017赛季全部30场联赛战获27例入球 荣英射手王上赛季他扮成加盟后15战打入11球 本赛季的火力与效率均进一步提升 他设阵球门目标的次数也是中朝最多 入球数据之外扎哈维送出了6次助攻 有些遗憾的是扎哈维未能创造中超单赛季射手王入球数新记录 而从近两个赛季的实际表现看 他失现有万人中最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球员 前锋胡尔克上海上岗 胡尔克在2017赛季出战27场联赛打入17球送出14次助攻 市中超仅有的两位实现两双数据的球员之一 他在过人制造对手犯规 射门以及射政球门目标等多项数据榜单上军排名中超前列 事实上胡尔克最显证者力的并不是上述数据 而是他能凭借个人能力为球队打 开局面乃至直接解决问题的生猛表现力 他在中超确实有巨人般的存在感 被选前锋 泰尔德利 山东鲁能泰山 耶拉维奇 贵州恒风制成 伊哈洛 长春亚太 巴索哥 河南建业 高林 广州恒大淘宝 中场高拉特 广州恒大淘宝 2015赛季 初来中超的高拉特出战26场联赛打入19球 2016赛季他出战29场打入19球 2017赛季出战29场打入 20球 罗列出的数据可以直接体现高拉特的能力与稳定性 事实上也解释了恒大连贯的稳定性 高拉特的选位与跑位效果可以说是中超外园中最为突出的 尽管 他并不是以传球组织为特长的类型 2017赛季人士送出了八字助攻 中场 拉维奇和北华夏幸福 拉维奇在2017赛季出战27场联赛打入20球并送出16次助攻 他令人叹服的并不仅仅是中超数巨王的身份 在持续体现个体超强能力的同时 拉维奇也明显带动了队友 推动了华夏幸福整个球队 华夏幸福万元与本土球员的捏合效果 容下分为在中超各队中非常突出 某种程度上说中超引入强远所追求的效果 拉维奇已成典范 中场 郝俊敏山东鲁能泰山 能在传球 传威胁球等关键数据上同万元相提并论的本 图球员 屈指可数 郝俊敏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 中超绝大多数球队的核心枢纽都是万元 而在鲁能队中最突出这一作用的球员是郝俊敏 并且鲁能还是具备亚冠资格竞争力的上游球队 从这个层面看郝俊敏已成为本土球员的一面旗帜 2017赛季郝俊敏直接松出7次助攻 中场 吴磊上海上岗 吴磊连续第五个赛季成为中超本土射手王 此前他班赛季入球最高纪录为15球 而2017赛季他出战28场联赛打入20球 大幅提升个人数据 同时也令中超真正出现了能在射手榜前列位置 从强力挽圆移到高低的本土球员 吴磊在2017赛季也送出8次助攻28的数据 对于强力挽圆来说也是难能可贵 吴磊就是中国足弹线阶段最好的攻击手 被选中场 维特赛尔天津全剑 费尔南多重庆当代立番 余汉超 广州恒大淘宝 莫雷诺 上海绿地生花 瓜林 上海绿地生花 拉尼雷斯 江苏苏宁一购 艾哈迈多夫 上海 上港 弹龙 长春亚太 赵旭日 天津全剑 颖红伯和北华夏幸福 后卫 江志鹏 广州福利 几个赛季来江志鹏一直是转中球 全威胁球数据最为突出的边后卫 2017赛季他直接送出七次助攻 在左后卫将志鹏的带动 下 富利是边后卫参与进攻乃至直接发起进攻的最突出代表 又后卫唐鸟在2017赛季进一步推动了富利的志鹏表现力 唐鸟送出八次助攻并收获两利入球 后卫 刘一鸟 天津全剑 U23 2017赛季中超执行了U23新规 从最初多支球队表现出不是因为起点 随着赛季深入有多支球队的年轻球员稳步成为了球队骨干 全剑是对U23球员使用力度与效果最为突出的 其中除战28场军事首发的刘一鸟 成为中超U23球员的代表者 全剑是失球数最少的球队 与鲁能同为33球 并且直接拿到了雅关门票 球被骨干留一名工 不可没 后卫 风霄亭 广州恒大淘宝 此前多个赛季中风霄亭除了防守稳定性 还有多个环节形成亮色 比如他的传球数据一直在恒大队中排名前列 也比如他前叉参与或组织进攻的效果 而本赛季恒大因中后场多位球员出现伤停或离队情况 放大了防守压力 风霄亭的防守戏份与责任均大幅提升 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继续证明着现阶段中国第一中后卫的水准 后卫 王生超 上海上岗 投入2017赛季时 上岗的本土后防线是相对存在隐忧的环节 而经过整个赛季的检验 上岗后防线中有数位球员呈现出了进步 王生超则是在原有的多面手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稳定性 他已是上岗令人放心的队长 他已在国家队友来固定位置 上岗魔球继续进步成为后场绝对领军者将是王生超继续为之努力的目标 被选后卫唐淼 广州福利 李磊 北京中和国安 吉尔 山东鲁能泰山 李学鹏 广州恒大淘宝 带领 山东鲁能泰山 全警员 天津全剑 伊斯梅洛福 长春亚太 门将张璐 天津全剑 全剑引入张璐的运作用 有着明确目的性对张璐赋予了厚重期待与责任 本赛季前段升为升班马的全剑不可避免的要适应中超 张璐的表现也出现了一定起伏 而随着全剑在中超进入平稳发力走势 张璐推动球队的效果持续体现 有多长比赛他都成为全剑抢分的重要工程 过硬的铺就技术与快速反应令张璐成为国门资格的有力竞争者 被选门将燕俊林上海上岗王大雷山东鲁能泰山 木之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